冬天的阿拉斯加是名副其实的雪乡 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在北极圈内 雪多是自然的 北部十分寒冷 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0度 安克雷奇是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 距离北极圈595公里 在中南部 冬面靠山 三面环水 冬天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一度到零下十度之间 一月份还会下雨 安克雷奇12月和一月份雪最多 下雪时通常不刮风 但是雪花细碎非常密集 地面很快的就积雪了 很多人认为阿拉斯加的冬天没有白天 这并不准确 最北边的巴鲁地区有67天没有阳光 南部地区最短的日照时间是五小时 上午十点多日出 下午三点多日落 圣诞节一过白天就一天比一天长了 晴空的夜晚城市窿罩在白与深蓝的色调中 看起来很明亮 几分神秘 大雪过后雪香犹如童话世界 银庄素果十分尚解 唤醒着人们心中的那片纯真 家家户户房顶上积着厚雪 树梢上支愣着秘密的树挂和晶莹的无松 山灰红浆果团团促促 像是一盏盏红色的小碗 顶着雪真是好看 我们非常喜欢在雪上开车 享受那种浪漫的感觉 大家好 这是宁哥 Jason 我是曾洁 也叫安妮 希望我们的视频能够带你走进阿拉斯加 这里是Hilltop滑雪场 我们来看滑雪 安格里奇市有三个正式的滑雪场 还有很多的公园森林布道 到了冬天就成了自然的雪道 特别适合初雪者滑雪 坐缆车滑雪是要付费的 但是树林里有很多条雪道可以免费使用 这里还提供滑雪课程和出租滑雪设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格里奇有许多这样的破地 到了冬天就成了活动中心 非常热闹 你可以看到人们用各种各样的雪橇板 乐此不疲的从上滑下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这个滑雪场比较有挑战性 有点高山滑雪的意思 最疯狂的还是使用滑翔散滑雪 真可谓落地滑雪 悬空飞翔 他们玩得很开心 很刺激 可是对于我们这样已经退了休 还不会滑雪的人来说 可真是看一看就觉得胆颤心惊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这种滑雪方式很酷吧 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玩 也适合我们 但是要提前在网上预定 所以只好下次来玩吧 十多分钟的车程之后 现在我们来到成东的一个高尔夫球场 这里也连通着森林步道 周围就是居民小区 是民众骑车遛狗和锻炼的好地方 在冬季就是免费的滑雪圣地 高尔夫球场夏天用来打球 冬天自然用来滑雪 这里也有几处雪坡 很适合玩雪橇花板 这儿的坡度看上去要平缓一些 坡道一直通向林子里 所以滑起来还是挺过瘾的 不会滑雪的我们也喜欢这么玩 谁没有一点疼心呢 安克雷奇有众多的湖泊 水都不深 冬天成了漂亮的冰湖 是冰掉的好地方 不少人扎起帐篷 设备也是一流的 热闹的景象 可不是孤州苏立温 独掉寒江雪 在Westchester Lagoon是中心公园 这个一年四季都会风情万种的湖泊 冬天更加热闹 市政府在冰湖上推开积雪 修成了溜冰道和冰球场 方便市民使用 可以肯定 一个城市有这么多民间溜冰高手 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 溜冰已经成为人们冬季日常运动的一种方式 今天就到这里吧 希望我们的视频 能让你感受到冬日里的温暖 喜欢的话 还有劳你点个赞吧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